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上官汐儿极为聪明 瞬间明白过来 对方定然是怕出什么意外 这才早早地撤退了 围巾之际 想要得知对方的身份 只有顺着这条线继续侦查下去 但是他偏偏还无法在这里多逗留 唯一的办法就只能联系斗舞会 天雷城斗舞会受他缥缈攻控制 让斗舞会出面是最方便的 一念及此 上官汐儿身形一化就要离开此地 这下究竟是什么人 好大的胆子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可曾将这天下强者放在眼里 一道冷哼声响起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树地出现在了上官汐儿身边 右手抬起 顿时一道凄厉的鬼爪 遮天蔽日朝着上官汐儿抓神的 这鬼爪阴气森森 足有上百丈场 遮蔽天地像是一道天幕一般落下 蕴含着无尽的可怕气息 上官汐儿眉头一皱 听鬼宗的高手 他冷笑一声 随手一惊 纤细地手掌判处 瞬间落入到了那巨大的鬼爪之中 呜呜呜呜的 无数阴气森森的鬼气涌动着 欲要腐蚀上官汐儿的手掌 但是却根本无法靠近上官汐儿的身体 反而让上官汐儿随手一惊 那白皙的手掌顿时插入到了 滔天鬼爪之中 而且轻轻地一丝 扑斥一下 那如同山岳一般的浩荡鬼爪 轻刻间的爆碎开来 漫天诡气乌液 纷纷扰扰 消散开来 什么 那黑影面露镇静 身躯狂阵 来人不是其他 正是天鬼宗副宗主 宾兴兴兰 他这幽冥鬼爪的威力极强 一抓之下 巅峰无地都要记他 但是 眼前这个神秘人轻易地就挡下来 令他如何不震惊 他虽然早对上官汐儿的实力 是有所猜测的 但是怎么也料想不到 上官汐儿竟然强成了这种地位 此人绝对是大陆顶级大势力的宗主级别高手 心中骇然之下 冰兴兰手中竖的出现了一张漆黑的图圈 图圈之上浮现出无数的枯鬼冤魂 抢向了空中 顿时 一张万鬼图圈迎风大掌 变成了长达上万丈 将天雷城的天空都遮蔽住 图圈之上 无数的冤魂嚎叫 哭窥争吏 阴气滚滚 朝着上官汐儿包裹下来 问鬼图 上官汐儿冷笑一声 既然你找死 就怪不得本地了 体内气息涌动 上官汐儿刚刚准备动手 呼地 撇到了远处 虚空准 目光一凝 远处有几道气息急速地逼近 极为可怕 这几道气息 虽然并不急地 但是也极为恐怖 分明都是龙家老祖龙霸天一个层次 天鬼宗宗主 长河肖家老祖 还有彭家老祖 想不到这些家伙 竟然都过来 也对 圣经的性命 非同一般 总公现在伤势未愈 此地不能久了 想到了这里 上官汐儿冲天而起 迅速离去 想走 给本地留下 天鬼宗副宗主 冰心兰 宁笑一声 他也感受到了宗主等人的气息 连催动万鬼图 只见无数冤魂 厉鬼顿时蜂拥而来 化作了遮天蔽日的黑气 瞬间就将上官汐儿 给包裹了进去 嘿嘿嘿嘿 被本地的万鬼图包裹 别想着能脱困 冰心兰 正宁大笑 万鬼图乃是天鬼宗的质宝 威力无穷 哪怕是巅峰五地 被包裹也只能是乖乖等死 最终被武警冤魂猎亡 成为万鬼图的饮料 但是笑声未露 脸色竖得大变 只见前方那人被包裹的所在 万鬼图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无数冤魂纷纷纷纷死后 像是煮沸开的开水 而后轰的一声 那片冤魂所在的地方爆开 一道恐怖的力量席卷出来 漫天冤魂纷纷纷消散 轻刻间死去了一小半 而那个神情 从中瞬间略出 一步跨出之后 虚空一扇依然消失 不见踪迹 冰星兰被一股恐怖的反噬之力袭中 惊怒万分 一口鲜血喷出的同时 瞪着血红色的双瞳 伺候道 本地的万鬼图 上官细尔一击之下 将他的万鬼图四分之一的冤魂 直接轰杀了 他顿时损失惨重 冤魂反噬之下 身受重伤 而在上官细尔消失的一瞬间 嗖嗖嗖的 几道身影 顿时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 瞬间来到了冰星兰的身边 冰星兰 之前那人呢 其中一名身穿黑袍的强者率先走出 第一时间询问 韩省道 此人面容枯瘦 就如同骷髅一般 双瞳竟然是一黑一白 一只是全白 没有眼瞳 而另一只 则是全黑 没有眼白 竟然是一对阴阳眼 让任何看到的人 都倒吸一口凉气 心头莫名地出现恐惧 见到来人 冰星兰急忙行礼 恭敬道 宗主大人 那人跑了 说完 急忙将之前的事情 第一时间说了出来 开口之人 正是天鬼宗宗主 鬼阎罗 而在他身边几个人 气息雄火 虚然个个都不比冰星兰弱 和鬼阎罗 傲立在一起 正是肖家 藤家 等顶级家族的老族 什么 跑了 众人目光一致 纷纷地露出惊露 他们虽然不曾见到两人交手 但是也感受到了现场留下的气息 也了解冰星兰的实力 此人是天鬼宗的第一副宗主 巅峰虎帝修尾 乃是天鬼宗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并且拥有万鬼图这等重宝 即便是遭遇到了他们这些 各大势力的顶级老族 也能交手一二 难道说之前那个人 竟然是大陆某个顶级势力的老族吗 呼的一声 鬼阎罗身心一晃 竖的来到了上官邪而逃离的地方 他一双阴阳眼瞬间旋转起来 仿佛能看穿天地两界 窥探过去未来 怎么样 鬼兄 有没有什么发现 那人去哪了 肖家和藤家的老族走上前来 瞠声问道 叙事待发 天鬼宗 宗主鬼阎罗的生死之谋 名震天下 这一双阴阳眼 传说能看到天地鬼物 执掌生死两道 甚至能与冥界沟通 神乎其身 也能轻易地识别出 强者留下的痕迹 来辨别出对方的身份 因此 两人对鬼阎罗的能力 十分自信 无比期待 但是这一次 他们却失望 对方将自己的天际 给遮蔽了 文宗根本无法 窥探出此人的来历 而且也没有留下 任何踪迹 鬼阎罗停下了搜索 有些骇然道 什么 怎么可能啊 肖家和藤家老族大惊 骇然出声 而后 周梅道 鬼兄 你不是对我二人 有此隐瞒吗 鬼阎罗 闹怒道 两位若是不信本宗主 那本宗主也无话可说 两位也是人中豪杰 难道 自己不会看吗 肖家和藤家老族 不用鬼阎罗开口 早早就已经开始搜索起来 但是 如鬼阎罗所说 分明这里 刚刚经历过惊人的战斗 可除了冰心兰的气息之外 两个人竟然一点别的气息 也没搜查到 两个人同时 道歇了一口凉气 心中各种念头 不断地翻腾 对方来此 是为了黑修会 走 去黑修会看看 而后 几个人迅速略入到了黑修会 却如上官希儿一般 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也不曾找到丝毫的线索 嘿嘿 哎呀 看样子这天雷城越来越有趣了呀 几个人目光英智 最终无奈之下 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而此刻 斗舞会总部 斗舞会副会长袁天焕 正盘袭而修炼 忽然地 眼前一闪 一道人影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 袁天焕骇然震惊之下 刚准备出手 看到对方面容之后 急忙恭敬跪下行李 大喜道 属下 见过宗主大人 他看到上官希儿等人 前往空间封印之后 并未随着一同进入空间封印 而是回到了斗舞会中 这些天 一直等待着空间封印中的消息 忧心忡忡 如今看到了上官希儿 如何不喜啊 本宫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集中斗舞会所有力量 调查黑修会来临 记住 不要大张旗鼓 是暗中调查 一旦有消息 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本宫 上官希儿直接下令道 调查黑修会啊 袁天焕一乐 虽然不明白上官希儿 为什么会下达这个命令 但是 还是第一时间接了下来 同时恭敬 宗主大人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不知道会长大人他们 吴勇已经死 从今天起 你就是斗舞会会长 上官希儿抬手 一个除袋 落入到了袁天焕的手中 这里是本宫留给你的一些修炼资源 凭借这些资源 你完全可以在数月之内 达到接近雾庸的修为 但再想提升 就看你今后的造化 有什么事 可传讯本宫 上官希儿说完之后 身形一晃 依然是消失不见了 会长 大人竟然死了 那空间风影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还有 天巡会等势力的会长他们呢 袁天焕 内心狂震 有太多的问题要问上官希儿了 但是上官希儿根本没给他询问的机会 值得压住了内心中的疑惑 我 我是的舞会会场了 我是的舞会会场了 哈哈哈哈 袁天焕感受到除戒指中的诸多宝物 激动万分 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 那种莫名得到权利的滋味 实在是太让人爽 袁天焕并不知道 上官希儿之所以敢把斗舞会放心地交给他 是以为 秦晨和公孙哲等人 必然会死在冤魔之主的手中 从此 天雷城将群龙无首 而修为得到提升的袁天焕 必然能够震得住 整个天雷城的强者 若是上官希儿知道 秦晨他们还没死的话 恐怕万万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天雷城 城中某个距离黑修会并不远的普通府邸中 一名老者晃晃悠悠地回来了 进入了府邸 小心地将门关上之后 迅速地来到了府邸中的一个密室 怎么样了 这老者一进来 密室中便有人迎了过来 正是黑奴和大悲老人一群人 浑身涌动浓郁的气息 极极可怕 在秦晨不在的这段时间 黑奴和大悲老人竟然全都有了突破 跨入到了九天五地境界 这实在是大道果实 规则果实和规则之实的效果太好了 让卡在了瓶颈的黑奴和大悲老人 轻易就得到了突破 若非这些宝物 两个人想要突破 十年二十年也未必能做到 而那老者 勾勒着身形 则迅速地变得魁梧起来 目露精芒 浑身散发出至人的气息 却是天地山山主 果然被二位撂中了 之前有一名顶级强者 攻进了黑修会 索性我等已经提前撤离了 才没有陷入危机 否则的话 天地山山主 想着都有点后怕 当初秦晨他们离开之后 天地山山主 本来没有这个打算 只是想镇守黑修会的 但是黑奴他们 发现天雷城高手越来越多 各大势力的强者 纷纷聚集而来之后 立即做出决定 搬离黑修会 潜伏起来 天地山山主 一开始还不以为然 当年他坐镇天地山 什么时候这么锦小身 围困 不过 见到黑奴和大悲老人 说的也有道理 并且两个人 都是跟随秦晨多年的老人 还是听信了两个人的话 悄然转移到了 这一座无人知晓的府邸 身居简出 甚至连天巡会 都不曾知道 谁知道 竟然是真的 被黑奴和大悲老人 给料到 听了天地山山主的话 黑奴脸色一变 凝重了 山主大人 那高手 比你都要强吗 黑奴虽然提出了 这个建议 但是 他只是一项谨慎的做法 秦晨不在 需要万事小心 毕竟黑修会之前 在天雷城闹的 动静太大了 一旦前来此地的 各大势力好奇 暗中打探 他们一旦暴露 必然会陷入危机 但是也没料到 竟然是真的 有人会攻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